这个胶罐两个是加胶的,两个是加油的 然后每一个罐子都有一个油浴保温层 就是你把这个起手抓着往上一提 这个罐是用来装你的料的 然后下面这个大罐是用来加导热油的 导热油加到盖上盖之后能到大概到这个部位就行了 不能加的太多,加的太多压热就都溢出来了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把导热油放出来 一般是不需要放,导热油只要它能导热就行了 不干净也没事 这个是个导热油的循环电机 就是通过这个电机把里边的导热油循环起来 让它加热均匀一点 这个红色的开关这个调速的就不用动了 你正常用就可以,这就不用动了 然后这三个是,这四个是上面搅拌电机的电源接头 这都是四个快接头 也都标的一二三四 到时候拔下来再插上去很方便 然后把这个螺丝扭紧就固定好了 拔下来再插上去 这就没卡了 这就没卡了 中编 这就没卡了 这就没卡了